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 今天的话呢 我们看待交易时段 大盘基本上就是平开之后呢 向上推升了一段 随后的话呢 把早盘的开盘的一点破掉 做了一个横盘震荡 然后在尾盘的话呢 把日内的地点直接破掉 基本上以日内的地点收盘 那现在的话呢 期指盘后的话呢 还是做了一点点反弹动作 目前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日内活动的 这个交易区间的下边沿 有这么一个寓阻动作 这是这个活动轨迹 那么站在这个30分钟级别的 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啊 在这个位置上呢 基本上在30分钟级别的话呢 做了这么一个收敛型的形态 在收敛型的末端的话呢 做了一个向下的破位动作 我们把它理解为收敛也可以 把它理解为一个横盘震荡也可以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市场的交易重心 有一点点向下倾斜 有一点点向下倾斜 那么针对于4小时级别的大的 这个形态来讲 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市场啊 有那么一点点要做啊 类似于钻石顶的感觉啊 这个这颗线我们还可以给它做长一点 这颗线我们还可以给它做长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点点要做钻石顶的感觉啊 那这个钻石顶的话呢 如果我们在同等比例啊 做一个反向 做一个反向 同等比例做一个反向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一个支撑位啊 大概是这一侧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4082点左右 也就是说呢 在4100点4080点这个位置的话呢 有一个相应的啊 一个支撑啊 有一个相应的支撑 就是4100点下方吧 有相应的支撑 那好了 那最后这个钻石顶的话 肯定还是得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你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对吧 这是往后说啊 往后说的短期 基本上就是4141点 作为一个交易重心 现在的话有向下的动作 那么4100点左右啊 可能会破一点啊 然后在这边上 有一个短线的支撑 那撑住之后 假如说撑住之后 你最后这个钻石顶也好 怎么着也好 那你最后这个位置的话 还得做一个方向性选择 那这个方向性选择的话呢 我们如果啊 把这个图形啊 再进行一个日线级别啊 再看到日线级别 那好了 那这个位置 我们就看到的就是盘整时间过长 那么这个盘整时间过长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啊 等同于甚至于超过了这个盘整时间啊 甚至于超过了这个盘整时间 那既然超过了这个盘整时间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位置是一个小级别的回踩 对吧 小级别的回踩 那就变成等同级别的回踩了 那同级别回踩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如果市场向下做选择的话 那也就是说呢 不存在小级别形成第三买点 向上突破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那么这个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啊 越来越小 所以呢 那最终的话呢 很有可能第一步先演变的 就是这个平台一个扩展性行为啊 一个扩展性行为啊 没有一个新生的动作了啊 那么就是这个平台的一个扩展性行为了 所以后续的话呢 我们要看啊 市场的一个发展方向啊 盘面感觉 现在的话感觉上是勉强在这个位置维持 那么多方和空方的关于子弹问题的话呢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 多方的话呢 无非呢就是三个方向啊 一个方向的话呢 是这个债务上限啊 一个方向呢 呃 是这个 嗯 嗯 六月份的这个利率吧 啊 然后六月份的利率 然后各股业绩的话 我们今天看什么加多宝 已经加多宝吧 啊 这个home depot好像是啊 然后也是业绩也是不行 啊 这像这种消费类的业绩 包括迪士尼这种这种公司 这种业绩 你很明确就能知道 它肯定行不了 对吧 肯定行不了啊 呃 只有大清土木 你才有可能 对吧 大清土木才有可能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 目前 多方的这个 嗯 子弹呢 是明显感觉到不足 啊 这个向上突破 这 总也做不到 那空方呢 呃 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也没有一个决定性胜利的 这么一个 呃 呃 消息出来吧 啊 所以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 我目前来看 如果我们看大盘的日线周线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肯定市场在这个位上还是一个调整式啊 这个调整式的话呢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啊 无论是从盘中的热点啊 然后这个 大股票对于市场的这个支持程度等等等等啊 这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图形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个大方向的一个调整啊 大方向的一个调整 所以呢 这个调整的话呢 我们只能从资金的角度上去管理和控制啊 然后增加一些日内的操作啊 增加一些日内操作啊 那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指数啊 到目前为止是 然后呢 这个比特币啊 两万七千美元啊 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 咱们以前们已经说的很多遍了啊 那现在的话呢 无非就是周线级别的21周级均线 有那么一点点的支持 大概是在两万四千美元左右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面对前面啊 三万美元上方的这个 双头净线位啊 然后这个 包括咱们现在的什么 货币啊 政策啊 等等等等的 那我总体感觉的话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把它作为一个反弹对待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 后续的话呢 呃 我个人感觉啊 向上的空间非常有限 三万三万三千美元 这就是两大关啊 这是比特币啊 所以站在四小时级别的话呢 还是看调整 呃 然后黄金 今天的话呢 把两千美元破掉啊 这两天的话呢 是美元啊 这个异军突起 向上反弹啊 所以说呢 黄金呢 原油啊 都有不同的双头调整 那么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呢 呃 如果说站在存操作的角度来讲 啊 基本上啊 这个四小时级别啊 这个下降趋势啊 四小时级别 这个下降趋势啊 也就是说 从这个高点 这个下降趋势 如果不逆转的话呢 那我们就跟旁边看着 但是这个位置做空的话呢 我还是不太建议啊 如果呃 经济数据真的有一些确定不好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位置金子从中期的角度上 还是一个看多的方向 呃 原油的话呢 在71亿美元这个位置啊 这个震荡 基本上今天都保持一个震荡格局吧 呃 但是从这个构架上来看的话呢 呃 目前啊 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70美元附近 可能有支撑 他抽了一个73啊 抽完之后的话 再次回落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再次向上的这种可信度非常低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上震荡之后 最终可能会做向下的选择啊 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早盘啊 然后向上顶了一个两块四毛五分钱啊 基本上我们给的是两块四到两块五之间有压力 他基本上顶了一个两块四毛五 呃 目前来看的话呢 站在四小时级别呢 呃 这个上涨方向还被保持着 但是呢 两块五到两块六这位置的话呢 有相应的一个技术压力 呃 如果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讲的话呢 站在日线周线级别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位置可能 呃 这个需要盘底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啊 然后呢 这个周线的21周级线呢 这个构成了一个相应的啊 这个压力啊 相应压力 所以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应该是两块五到两块六之间啊 在这个位置上有相应的压力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做一个横盘震荡之后 我个人更倾向于向下 把两块钱跌破 才能形成中期底部的 这么一种盘面感觉啊 这是关于天然气 嗯 今天盘中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然后操作了一个日内啊 这个 IBRX吧 都忘了啊 昨天 昨天操作过啊 昨天操作过 我看是这个吗 啊 是这个 是这个啊 呃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 呃 我开仓呢 是在 这个位置开仓啊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3块1毛9 3块1毛8 3块1毛9吧 平均价2块 3块2 啊 在这个位置开仓 结果他就一直耗啊 耗啊 然后到这个位置上 我一看不行 算了吧啊 这个好多会员呢 就走了啊 结果呢 他在这个11点钟啊 然后才开始做这个补量啊 准备拉胜动作 大概是3块2毛3 3块2毛5的样子啊 然后我就跟我们VIP和期权会员说了 我说你们要操作可以啊 这个位置啊 机会来了啊 上手吧啊 大概就3块2毛5 3块3吧 啊 然后呢 顶着3块4毛钱啊 然后基本上就这个跑路了啊 跑路了啊 嗯 这是这个今天的一个日内操作吗 一个日内操作 呃 那基本上今天盘面就是这样 我看呢 这个昨天的呃 视频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相应的问题啊 啊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呃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再次的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